从实践技巧到战术指导 都由职业选手一一教学 另一众小球迷最盛至于都大有收获 由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 教青局承办的2024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錦标赛 已经正式打响 自7月3日期间将开展廉场激斗 期间中国国家篮球队名宿导峰 以及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周期 亦都参与了青年学生共庆回归教楼分享会 与学生带谈谈谈谈 我希望通过这次分享会 希望澳门的学生更好地能了解 内地正在篮球发展的情况 希望通过篮球这项运动 让澳门的学生跟内地学生成为体育当中的一种桥梁 希望他们能夺去内地以求会友 通过篮球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的同时 然后交到更好的一些朋友 然后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学习 然后寻找差距 然后通过凶练 通过学习 再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也会在CB的赛场上 能见到我们澳门职业球员 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首先我是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澳门 来了之后呢 就感受到这个 因为是世界的级的这种比赛 我觉得所有参赛队比赛交流是非常激烈的 我想更多分享的还是就是 我从事篮球这项运动的经历 希望就是更多的同学去热爱 喜欢篮球这场运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职业球员需要做的 分享心得经历之外 两位嘉宾更与学生们一起踏赏球场 进行篮球配分实际 带领澳门球员练习之外 也都示范技巧动作 以及指导战术 让学生受益飞浅 有关注他们都有去过住场去看 然后又在电视上看过 他们球场上的积极努力的拼劲都有看到 听完两位嘉宾的讲话 可以体验到他们当时在球场上 和指导方面 看过哪些难关 有哪些开心的时刻 我们听到他们自己说出来的刹那 都觉得很开心和兴奋 真的见到他们真人之后 再可以听到他们的分享 其实对于他们日后对于篮球的路 可能会更加冲多一点 或者可能会更加正向地想一下 之后可以怎样 可能会更加发展下去 他会发现原来我透过自己的努力 不断去尝试 原来我都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 慢慢去踏到更加高的一个水平 在分享会结束之后 2024年世界中学生篮球感标赛 将继续展开廉场激烈赛事 各位球迷不妨都到场座位 为选手加油打气啦